生酮名医 谢望颖肝浓阳刺天丧命 七悲痛呼吁这件事 生酮饮食非常火红 是一种与高脂肪 适量蛋白质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来达到体内产生酮体 强迫人体燃烧脂肪 而在台湾生酮界 非常知名的医师谢望颖 原先从健洁满江红 靠着生酮饮食 瘦身又让身体机能正常 但谢望颖却忽略了 细菌感染的危险性 他在去年实验发生肝浓阳 状况就随着他的免疫力反反复复 他从一开始腹腔发炎 身体当时还没觉得太不舒服 但没想到低估了细菌感染的威力 未料在过年期间因为心情愉悦 也放松对细菌的警戒 直到初五开工才发现 白血球指数异常飙升 因肝浓阳状况急转直下 腹腔严重发炎导致败血性休克 住进家户病房 四天后骤然离世 进家前发生了一次 字幕志愿者 见证菌感染的威力 绎世音乐 进家前发生了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 给你的肩为天宁 介绍到贩orama 您可以做到它的热血 进家里脱你 进家里脱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